兰华这个题材来说 被历代的文人 宁明为四君子之一 兰华他本身也是知识分子 赋予了他这种很高尚的一种品德 实际上是表达一种人的最高境界 人在处事过程中 也就是说善于处优啊 不争不强啊 善于处伦啊 说这个 这些东西善于藏啊 善于隐啊 像这些东西都是兰华的品格 但是他放出来 暗暗的放出来清香 这点来说呢 他是这是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君子 应该有的这种品德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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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